行政院議長蘇晨聰已經讓家妓出席外董 外董結束了後 民進黨家妓市市長陳孫林李准宜 邀請蘇晨聰來到家妓市吃煎草和其二個 大家對這裡的古早味的味噬是鵝肉才會搭載 蘇晨聰還跟我說整個棒起來和李准宜乾杯 並且他要繼續努力加油 我都說煎草 煎草 你說煎草 我都說煎草 煎草要說 說說說 說到照音 煎草 煎草兵嘛 我小時候說到照年大義說到你煎草兵 煎草兵 都會說 了解家妓從美食開始 對 對 加油 好 了解 大家一邊吃煎草 一邊了解家妓的發展 行政院議長蘇晨聰希望李准宜在選舉的過程中 可以拿出讓家妓歡心的情形 李准宜表示 透過這次機會也讓蘇晨長和中央 更加了解家妓市現在的狀況 希望家妓市未來的發展 可以不一樣 蘇院長今天主要到嘉義市來關心我 他也希望藉由我的努力在選舉過程 推出一些可以讓家妓翻新的機會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帶他來這個非常有特色在我們二通這個地方的議員宣場 那我只是藉由這樣的機會 邀請蘇院長讓他更了解家妓 那我們也希望說 家妓未來的發展能夠有不一樣的改變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讓中央也知道說 欸 家妓的現況是怎麼樣 那家妓未來要做什麼樣的改變 行政院議長蘇晨長在匆忙的行政中 特別安排來到嘉義市 第一名仙草店收聽李準儀 除了關心目前嘉義地区的選情以外 過程中也幾禮拜要李準儀繼續努力打拼 屁家就出現彩虹伯德